一斤多少钱一个月 三万三 这个地方预算多少钱 四五十万吧 这地方做不了的 你做了百分之百的亏钱 一点悬念都没有 但凡纠结一秒钟 这样的地方你都输了 这个铺子只有一个人能挣钱 你知道是谁吗 房东能挣钱 你好 大哥遇到商店了 西藏位置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吗 对对对 在哪个城市啊大哥 全城 多大面积啊这个地方 楼下是五十五 二楼也是五十五 中间里的隔层三十多吧 楼上有窗户吗 没有窗户 密封起来的 对 租金多少钱一个月 三万三 鸭二付三 你泉州是个地级市的嘛 这么贵的租金啊 哇地妈呀 我看所有都为这些 部门都是这样子 是个人房东还是商场 商场租租 有没有转业费啊 没有转业费 这个地方预算多少钱 四五十万吧 四五十万啊 你是准备拿来做什么 冒菜 冒菜是准备加盟还是自己做 加盟吧 成都的 加盟费多少钱啊 三万 已经加盟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 我要等到你看了之后 我再确定 好来我算一下您的鉴定成本 房租是三万三一个月 乘以五 这就是十六万五千块钱 你这个还要去改造 还要去装修 给你算个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搞不定 搞不定啊 为啥 装修公司的 他马上过来报一下价 因为他那个地板 下面两层 全部要打掉 还这个楼梯 我想把它改到里面去 哇地妈呀 你还去赶你的OT啊 你干嘛不重新修一栋房子起来 我得搁 那装修多少钱呢 给你报的 十五六到二十的吧 他这个是一起换的装修 就是要求商场里面的人来装修 哦就是商场要求商场的工程队 施工队来装修 差不多 好 装修二十万 房租十六万 你加盟还得去三万 设备乱七八糟的估计 还得三万块钱 招牌给你算个五千 首批食材算一万 四十四万 要几个人 五到六个人 你当地的人员工资多少钱一个月 四千五到五天 我给你算五个人 二万二千五除以三十 一天的人工七百五十块钱 房租是三万三 一天的房税是一千一 水电器一天给你算个两百 固定化键七百五加一千一加两百 二千零五十 这个毛利率在这能做到多少 六十到六十五 二千零五十除以零点六的毛利率 每天要做到三千四百一十六 才能达到盈盔平点 你觉得你投资四十四万 在这个地方 你想一天卖到多少钱 我想一个月是二十 一天卖七千 啊差不多 你为啥觉得这个地方能卖得到七千 来到这里四五次了 高铁都花了几千块 你不是这个城市的吗 不是四川的吗 四川的 你跑全球去找这个位置 为啥 有朋友在这边吗 那你怎么找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过来玩的时候逛到的嘛 然后看你抖音上面 对这个人流啊 位置啊都还不错 感觉这边没什么做吃的 就想着爬一下嘛 总部给你看过没有 他说这边可以 但是我有点不相信 他怎么说可以 他可以的点在什么地方 他是根据就是 把人流这样子测算嘛 看了下地图 就告诉你这个地方人流很大 啊我也看了 给他输个大拇指 哇靠真的是 来吧大哥 360度转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么高的房租 这么牛逼的商圈 到底有多大的客流 你给我说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圈 万达的一个金街 万达商场在哪个方向 只给我看一下 就在店铺的后面 万达这个商场 在你们整个全球这个地方来讲 目前来讲 能不能排得上号 数一数二 好你这条金街是不是 金街的主街道 算是主街道吧 这个地方每天经过的客流 大概有多少 平时可能 万把人吧 周末会被人间的状态 周末会 来你给我说一下 周围有一些什么店 一天能卖多少钱 旁边这里就是一个小面 他说一个月有二十左右 再看 这边就是卖衣服啊 什么风陆服啊 那些 看吃的 这些都没有餐饮吗 就这里开始有两家 这个 港式的茶餐厅那种 一天卖多少钱 他这里可以卖个七八千 好往前走 这里有个米线 这个一天卖多少钱 他说四千块钱左右 再往里面走 然后到那边还一条树的街 就是这一边 人流的话 相对来说多一点的嘛 这才是这条街的主动线 主街道居客点 是吧 对对对 这前方有没有餐饮业态 有一个酸辣粉 生意怎么样 生意还可以 好往回走 左边有些什么餐饮店 这里老佛爷和魏智爵 一天一万多吧 前面还有个纸包鱼 有个张量麻辣烫 生意怎么样吗 纸包鱼张量麻辣烫 一两千块钱 我回去快要走 你是在这蹲的数据 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告诉我了 好走回去 大哥我给你讲 这地方做不了的 你做了百分之百的亏钱 一点悬念都没有 你这个商圈 确实是一个王者商圈 确实牛 我承认它有扣牛 我相信在你这个地方来讲 它一定是数一数二的商圈 为什么做不了 我给你讲几个点 第一个 你这个投产比太高了 你整个这个店投下来 你要花40多万 而你这个钱是投在什么地方 你是投在装修上 这个铺子 它以前原有的 它不是餐饮铺子 然后你要去投资 你要投二十几万的装修 像这样的店铺 你有二楼有个阁楼 没有窗户 大家是不愿意到楼上去做的 所以说你真正的 可实用的面积就55平 这个店铺的大小 也没办法做一个好的产出出来 所以说你这个钱 是相当不划算的 而且还得这个管理方的人 来给你装修 这个商场管理方 太牛 把房租给你们算得死死的 这个铺子 只有一个人能挣钱 你知道是谁吗 房东能挣钱 就这个管理方能挣钱 也就说白了 你永远是在给房东打工 永远是赶他们垫背的 听懂没有 第二个 盈亏平点太高了 大哥 你这个店每天要做到3416 才能达到盈亏平点 你想一下 你平时周一到周四 人流差的时候 你可能就两三千 也就是说 你可能平时就是赔钱 周末你才能挣点钱 风险太大了 第三大哥 你这的餐饮氛围并没有那么浓 大部分还是以服装为主 这样的地方 你单纯的就说开个店 靠自然扣留 也不行 一定是有很强的运营能力 像你旁边的未知觉 像这些 我告诉你 他一定是有专门的运营团队在运营 他可能做了很多的点评 团购 把顾客吸引到店 然后才能把业绩拉得起来 你是新手 在运营这个事情上 你就搞不定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点 做冒菜这些东西 没必要去加盟 未来找到好的地方 好的地段的 该去学个技术 就学个技术就行了 好吧 没啥好纠结的 但凡纠结一秒钟 我跟你讲 这样的地方 你都输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